好除了这个相关的诈骗等等案件 我们还要带大家来追踪 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的是NCC 之前所公布的 数位中建服务法的草案 引发了各界的争议 被外界通骂 你根本在批评 在前置网络的言论自由 网络已经是大家最后一块净土了 因为你要管管控媒体 中天也被你们下架了 结果现在连网络 大家能够发表真正新生的地方 都要管吗 是不是NCC早就变成一个 早就扭曲变形的机关了呢 中建法如果真的通过了下场 大家还有言论自由吗 好其实来看的是呢 一张图就可以带你快速了解 如果强推数位中建法 那台湾人会如何失去言论自由呢 这是来自于政客场 这个脸书粉砖的一个分析 他们认为你看 大家认为林志坚论文抄袭 结果政府认为是不当的言论 那有人就跟网络平台来检举 结果网络平台就怕被罚钱 所以直接来删文 那台湾是不是从此都没有言论自由了呢 的确网友就留言了 台湾从此没有是非也没有真相了 大家真相 没有之前都还可以透过网络大家来流传转发 好也有网友就说若真的过关 那就是共产党的国家统治了 好来看看是呢 巴哈姆特执行长 这也是呢一个网络论坛的执行长 陈建宏他就说 真的你在那里判定 到底什么叫做违法的前提下 什么叫真消息 什么叫假消息 因为这个政府也会讲一些 看起来好像也没这么正确的消息吗 好删文是平台的唯一选择 只能删啊 但是这一删文对言论自由 会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 对巴哈姆特更是一记致命大决 好现在呢 外界反应非常的强烈 反弹非常的强烈 也包含绿营的自家人 苏贞昌行长院长呢 要急踩刹车 NCC随即宣布呢 公厅会要暂缓 来看这是NCC前主委呢 詹庭怡他就说 NCC是一个位阶极高 基于法律赋予的一个组织 但是这个动作呈现的 却是一个扭曲 还有变形的机关 的确现在NCC变成了什么模样 大家都快要认不出来了 扭曲变形 现在也网论的言论自由 都要钳制吗 其实网友就当时就挖出 2013年有民进党的 17位的立委 所推动的立法院的议案 就是要力挺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 核心价值 现在居然要被钳制吗 总统蔡英文曾经在领书 也发文说 人民在网路发表意见的权利 是不容剥夺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质疑了 此一时彼一时 你当初说不容剥夺 结果你现在呢 怎么变成执政了 一切都都变了呢 连民进党的前立委 政保卿也都说 自己实在是无法接受 2013年立法院议案文件 上头清楚写着 现今言论自由意识高涨 即使是谣言 也应该受到言论自由保护 这一份就是当年17位 民进党立委 全力推动的提案 2013年高海言论自由 不可碰触 怎么现在全都变了掉 民党自己在野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执政的时候 就不知道呢 就反而要推行 数位中介服务法 这种摆明的 根本就是数位前置言论法 这种法案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执政 他当然希望前置言论 他希望把所有不利于 他的消息全部都消失掉 这就是执政者的恶劣心态 其实就连总统蔡英文 在9年前都公开发文表示 反对电信法第9条修正草案 他说使用网络发表意见 接收资讯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这样的权利不容剥夺 因此他呼吁行政院 要主动把该法案退回 现在网友也留言痛批 这根本就是超时空回力标 这个对理论自由的保障 我们都要全力来支持 以前是现在 以前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就我所知道NCC并没有要推 我不知道他 因为就我所知道 包括行政院也都觉得 这个有争议 暂缓是真的吗 大家不要忘记了 陈时中那时候 一才法 他说暂缓 暂缓之后就趁你不注意 他就通过 所以民进党每次都搞这招 迂回战术 我们一定要抵制到底 绝对不能够让民进党得逞 那我也请民进党这些民意代表们 你们当年是怎么反对的 蔡英伟你当年是怎么反对的 你们自己想清楚 你们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良心吗 数位中介服务法 如果真的通过 未来网路平台以及通讯软体 都会受到管制 引发业者强烈反弹 巴哈姆特执行长 陈建仁就说 这对台湾网路自由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其实除了业者以外 就连绿营人士也都看不下去 前立委郑宝钦在脸书发文 强调自己无法接受这一个高度争议的法案 当年是死捍卫言论自由的民进党 现在却想把手伸进网路世界 台湾向来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恐怕只会越走越倒退 借饶永中流之语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真的 连网路的言论都要管 来看NCC所提出的 数位中介服务法的草案 引发了各界的反弹 对此行政运长苏贞昌说 实务作业如何做到最好 请到相关部位要积极的沟通 等到都能够做 大家接受的时候 才能会继续推动 不过来看是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 他就爆出了苏贞昌 这个举动的背后的真正的目的 直言这就是战术型的转进 他认为苏贞昌并没有想停 只是在避个风头 等大家舆论焦点过了之后 他就开始来暗暗地来继续推 更表示有一天苏贞昌会突然 在立法院偷袭强度官商 用优势来表决 根本没有立法委员敢质疑他 最后也痛批NCC根本 已经不是独立的单位 而是打守单位 其实前立委孙大千也说 如果中建法真的通过 台湾就只剩下真的一种声音 跟一种颜色了 就是原本民进党 借由NCC这样的一个机关 让他变成了爪牙 变成了打守 变成了东厂 变成了锦衣卫 所以在媒体圈 特别是电子媒体 已经形成了寒蝉效应了 大家现在把电视机打开来看看 敢于批评政府 敢于指责政府的媒体 已经少之又少了 在台湾的电子媒体圈里头 已经只剩下一种颜色 只剩下一种声音了 剩下的就是绿色 剩下的就是歌功颂德的声音 不要说光数位中介法推动之后了 光是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网路平台上 批评政府的YouTuber也好 或者是中天自己在YouTube的节目也好 常常会被挂黄标 为什么会被挂黄标 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个账户 跑去检举 这些账户通通都是水军 这些账户通通都是1450 这些账户搞不好 还是AI的机器人 他们利用了庞大的账户 已经在网路世界里 开始要进行言论自由的 一个限缩了 那么如果今天 你让他正式的立法成功 那还得了吗 他们手上有几万个账号 随时随地 光是现在没有法律的 这个中介法的情况之下 他们都可以用这样的压力 去限缩YouTube 在特定的批评政府的这些影片上下标 限制他们的传递 那么将来有了中介法 再配合这几万个账号 那以后在台湾的网路世界上 恐怕也只剩下一种颜色 也只剩下一种声音了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我们下期见